有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今天呢 与香港首富等优秀的企业家 并列为足以影响全球 而大家也从刚才的影片当中 更加认识了他所著作的书 《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所有的全球志工 读者学员都是因为这本书 《超级生命密码》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因为落实了书中的方法 而解决了生命的诸多难题 同时我们也因为 导师所创作的歌曲 让生活变得更加喜悦 更加的轻松 而藉由歌曲当中的隐形密码 能与天地连接 提升爱与感恩的能量场 因此再次 再次装心的感恩导师 感恩各位与惠嘉宾们 因为有您 我们才能有足够的缘分 在此相遇 所以请大家给自己一个 最热情的掌声 接上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一定 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来 听听这些正能量的歌曲 现在就要我们欢迎 千瑞为我们带来的 《爱太阳》 请掌声 大家好 我是千瑞 带来这首《爱太阳》 希望大家会喜欢喔 不愿意 走 不要觉得爱不让 生活编得不一样 为心顺床 心情燃烊 有了冬花光亮 比对大吉iar 美麗光迷入海洋 彎彎就唱 海浪月中间像太阳 放不起要紧唱 爱太阳 人像舞台就会这样 不要这样爱太阳 生活变得不一样 温时顺畅 心情洋洋 渺渺都好光亮 纸会大吉祥 心底多迷入海洋 往往就唱 海浪月中就像太阳 放不起要紧唱 爱太阳 人像舞台就会这样 感谢没有朋友好吗 好的朋友 开开手 好 我们要一起爱太阳 主要这样爱太阳 生活变得不一样 温时顺畅 心情洋洋 渺渺都好光亮 纸会大吉祥 心底多迷入海洋 往往就唱 海浪月中就像太阳 放不起要紧唱 爱太阳 人像舞台就会这样 温时顺畅 平天如远的一样样 逃人的时间上 温时盼口一字亮亮亮 要记着人生中要不一样 爱太阳 爱太阳 今生即床就要试试 爱太阳 偶十年连礼物等等 一千万样 爱太阳 爱太阳 今生即床就要试试 爱太阳 偶十年连礼物等一千万样 爱太阳 爱太阳 今生即床就要试试 爱太阳 偶十年连礼物等一千万样 爱太阳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像太陽一樣發光發熱 祝福大家一切順風順水 幸福圓滿 謝謝大家 感恩今天為我們帶來的這首愛太陽 是不是覺得全身都熱起來了呢 在這麼寒冷的冬日就是要這樣子愛太陽 祝福今天有緣的朋友們都能夠因為愛太陽 人生從此豁福連連 相信大家都知道太陽象徵著光明以及正能量 如果地球缺少了太陽將會陷入一片黑暗 而如果我們缺少了太陽以及正能量 人生也會陷入一片黑暗 現今的社會有太多的人因為缺少了正能量 導致許多精神疾病的發生 接下來呢我們要邀請一位分享者 他曾經呢 罹患重度的憂鬱症以及躁鬱症 但是呢在因為他遇見了超級生命密碼 遇見了太陽上的導師之後呢 人生從此大放光明 讓我們掌聲歡迎來自彰化的如靈 掌聲 老師好還有主持人好 還有VFB前面的朋友 及在座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來自彰化的如靈 就陳如我們剛剛美麗的主持人介紹哦 哇 如靈在以前啊 長這樣子嗎 不是耶 在如靈還沒有接觸到超級生命密碼 這個系統的時候呢 是一個人不軌 人不能軌不軌的什麼 美容師哦 那你看哦 剛一時候進到一個美容店 看到一個美容師是長得人不能軌不軌的時候 你會不會給他消費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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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媽歸 所以呢 如靈在從事呢 二十幾年來的一個美容的一個行業裡面啊 我呢 人生呢 就在五年前呢 遇到非常非常大的瓶頸 那這個瓶頸呢 不是五年前才發生 而是呢 已經在累積 已經在累積哦 從呃過去 呃還沒有 呃 去檢查 因為如靈呢 是在我們台中哦 台中市的澄清醫院裡面呢 透過一個非常權威的醫生呢 診斷如靈有中度憂鬱恐慌遭殘破腫腫腫六大疾病 所以當下呢 醫生就建議我去住院 可是呢 因為有沒有聽過 早期我們對身心科呢 不叫身心科 叫什麼 精神醫院 哇 我跟大家一樣哦 對裡面呢 既陌生又恐懼 所以如靈呢 不敢去 然後那個曾經 呃 曾經醫院的醫生啊 他跟我說 如果你現在 如果曾經醫院當時呢 有 呃 精神科的病房呢 他絕對不會讓如靈走出澄清醫院的大門一步 我心裡曉得有這麼嚴重嗎 呃 醫生呢 透過很多很多的診斷呢 他呢 花了三個半小時診斷我看一個門診 他就跟我先生說 你要24小時把他 把我幫醫生把他裹住好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如靈呢 重度憂鬱就是什麼 時時刻刻呢 都想瞭解自己的生命 多呢 想不開 然後呢 一直都處於非常非常 心情低落的一個狀況 那時候呢 我的小孩子呢 是有一個大一 一個高一 那你一句發現 如果你的小孩 高一大一的時候 我們的責任還很重 那上有婆婆 還有父母 還有阿嬤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領域裡面呢 讓我不敢去住院 可是呢 呃 一個禮拜以後 又回到澄清醫院去看醫生 醫生說 阿嬤又來 阿嬤又去住院喔 我說我會怕 他說 你我去住院 你不行 所以呢 我就這樣跟我老公呢 兩個拍著車 然後到鹿港呢 去把日常用品買的 也沒有回彰化 就這樣呢 就到了鹿港 去住了 我們的那個 鹿東精神醫院 三個禮拜 那裡面呢 呃 很多種種 我們就不要去想它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會去住那裡 對不對 不會再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臨呢 在呃 因為在那個住院那三個禮拜以後 我告訴我自己 我的人生不能在這裡度過 所以呢 我強迫我自己出院 那時候醫生不容許我出院 我就這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強迫出院 然後每個禮拜呢 每個月呢 都要看門診 每天都要吃藥 然後積量又越來越多 一年多以後呢 如臨呢 在2017年的3月 再去看醫生 這個呢 在衛生所 當地的衛生所都有記錄 身心科的病犯喔 醫生都會通報當地的衛生所 所以呢 衛生所每個那個小姐 志工社工 每個月都會打電話給我 問我好嗎 然後呢 就又在那個 就是一年多過去了 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如臨沒有比較好 我又去探門診 那時候醫生呢 告訴我 你又要去住院 你不住院不行 那時候呢 我跟他講 那不是冷住的地方 我一然而然呢 告訴我自己 我不敢 不會再去住院 為什麼呢 因為 不會因為裡面的治療 也不會因為你的藥劑量越多 你的病就會好 就因為天地聽到我的聲音 所以呢 所以呢 就讓我接觸到超級生命密滿 那我想呢 所有的新朋友手上有這一本書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呢 有一位朋友 他跟我講說 他在上個禮拜喔 因為他知道如臨病情很嚴重 他跟我說 一上個禮拜呢 我在呢 髒話的那個演藝廳 聽到一個來自美國身心科 身心 身心的一個學者 然後講身心科 然後呢 講那個身心 身心靈非常的好 欸對你搞不好有幫助喔 欸就在今天喔 就在今天的台中四孟 有一場 原來不有陪陷這一段的講座 那你想喔 重度憂鬱患者呢 除了很多很多的症狀以外呢 缺錢是最大的症狀 缺錢抗情 所以呢 呃 錢不是萬能 可是沒錢萬萬不能 也因為這樣子呢 如臨的想 欸 那個身心靈對我不是很有用 可是呢 原來富有很簡單 對我可能很有效 為什麼呢 想賺錢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我透過老師的 在世貿這一場講座 三個半小時 他講什麼都聽不懂 我只聽得懂什麼 靈魂無滅 那透過這一句話 讓我知道 老師在課程看見到就是 當一個 當一個人 你透過智商 透過自己的一個 就是不是自然死亡 你用人為的方式去死亡 你的靈魂在虛空中 是不會去投胎 也不會上天台 也不會下地獄 為什麼 你時間還沒到 也因為這樣子呢 我就說 我上面有父母 婆婆 阿嬤 下面有小孩 這麼想 那如果他當時 他當時 有需要我去協助 他們生病了 然後怎麼樣 需要我去協助的時候 我沒有這個屈肯 可以去協助 因為靈魂它是虛妙的 它是沒有辦法去執行 你可以做的事情 也因為這樣呢 當頭髮會把蘆嶺打醒了 從2017年106年的4月10日 我跟大家一樣 在台中世貿 聽了導師的那場講座 從那一刻起 蘆嶺就沒有再吃藥 再看門診 一定要給導師掌聲 當時呢 蘆嶺跟所有的好朋友一樣 擁有這一本 就這一本喔 抄襲身邊密碼 這一本書 所以呢 蘆嶺呢 就一直K它 一直看 我用兩個禮拜的時間 把它看完 什麼都看不懂 只有看裡面有個玫瑰心法 針對夫妻之間 因為那時候自己呢 身體狀況很不好 所以每天都跟先生朝著要離婚 也因為這樣呢 所以我只有看到玫瑰心法 猛作猛龜心法 因為玫瑰心法 是對夫妻之間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點不要 那也因為這樣呢 那我們去 我們那時候全台灣不到十場的一個 圓滿人生基因會 那時候我們的 美麗的營運章呢 照美彰化開了一場 精英會 也是所謂的讀書會 那時候蘆嶺呢 就 嗯 要去不去 要去不去 那每個禮拜呢 我都會放我們營運章隔止 我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不能去 兩個禮 第二個禮拜跟他講不能去 第四個禮拜呢 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跟他說 我今天還是不能去 因為 我心情不好這樣 就不能去 我想這句話送給大家 當時呢 我們聰明的營運章呢 跟我一句話 如果你的問題在家裡可以解決 你今天就不要來 如果你的問題在家裡不能解決 你就來 我當時想 對我的問題在家裡一定不能解決 為什麼 除了 經濟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婆媳的問題 夫妻的問題 子女 就是跟子女的問題 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生意不好的問題 包括自己很多很多情緒上的問題 也就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呢 盧林呢 盧林呢 那時候一覽而覽呢 就跟大家一樣喔 在這麼美妙美好的 周六晚下午呢 來到這裡 聽這一場 非常棒的一個講座 然後呢 就這樣子 盧林參加了精英會 一路以來 現在快四年的時間 盧林不僅身心靈得到很好的療癒 盧林呢 盧林呢 跟婆媳的問題 二十幾年恩怨情仇 你不要看我這樣喔 我以前是佛呼罵結 跟婆婆真的感情很不好 可是呢 我現在跟婆婆感情很好 然後呢 跟我 我奶奶有十七年的恩怨情仇 也透過超級生命密碼化解了 我跟我爸爸有五十幾年 不要誘我幾回 有五十幾年的恩怨情仇 因為從小到大 對父母的那一種各方面 我們都有很多的抱怨 然後一直抱怨的過程中呢 就非常的讓自己的能量長很低 所以超級生命密碼講的就是提升能量 然後我們透過在學習的過程中 透過老師的愛以感恩的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裡面 落實愛以感恩 讓我們每一個人可以讓能量提升 那今天我們都知道 重度優惠患者都是因為能量長不足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都是因為能量不足 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就是讓我們如何提升這能量 那當我們能夠自己提升這能量的同時呢 天地的愛就會給我們很多很多的禮物 那我想呢 再用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透過如臨的接觸超級生命密碼 這樣的一個故事 跟大家做分享 真的 進入到超級生命密碼 這樣子的一個寶山 你不要空手而毀 因為超級生命密碼 它呢是天地 天地喔 天地是給我們的一鐵 讓我們改變生命地圖的一鐵良樣 那你真的用簡單的相信 然後呢 好好把手中的這一本書看完 然後呢 透過我們呢 全台灣200多場的圓滿人生基因會 讓我們呢 透過怎麼樣去學習 這一本書可以改變我們的 身體健康 財富自由 然後呢 家庭美滿 讓我們的生活都可以互足 然後讓你的生活呢 都可以幸福美滿 那呢 問你的朋友 他們一定會告訴你 如何 讓透過這個系統 導師的 所有的課程 可以讓我們呢 可以改變生命地圖 那如你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喔 即將在我們3月13號 即將在我們3月13號 這一場 讓你幸福圓滿 讓你發展同圖的一個演唱會 因為盧林也是透過一場演唱會 透過一個講座 接觸到這個系統 改變我的生命地圖 然後呢 在我們這個圓滿愛 希望你幸福 發展同圖 會3月14號 實修實練科程 你真的用簡單的相信 然後呢 實修實練 透過我們的願意學習 我們的生命地圖 就會開始的不一樣 你真的要相信 因為盧林就是一個事實 然後我想呢 所有的志工 全神有成千上萬的人 都是透過這個系統 導師的一個講座 導師的一個期許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地圖 都會不一樣 然後呢 非常感恩大家 聽盧林的聆聽 盧林的一個心得分享 然後願大家都能在這兒 愛中共振 在感恩真年節 在祝福中聲揚 感恩大家 謝謝 感恩老師 感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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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的分享 他如此幸福圓滿的成績 被帶印證了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而他全方位的富有 正是太陽性的導師最大的心願 教導解惑 尋尋善用 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 這也就是太陽的心願 那麼要如何像如靈一樣 活用超級生命密碼 一同擺通呢 首先正如導師所教導的 要真心誠意 心地光明 全面啟動實修 便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送給大家一份很棒的禮物 這是一本跳射德導師呢 所著作的書 書名叫做《向憂鬱說弄》 那這本書呢 書中以能量的觀點 來探討憂鬱症的成績 以及解決的方法哦 那縱使是沒有憂鬱症的人 也非常適合讀這本書 因為正能量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那今天呢 我們要先抽出兩位幸運兒哦 請著小天使幫我們抽出兩位幸運兒 第一位是林晶夜 手機號碼是0917 恭喜 第二位是蕭志倫 手機號碼是0968 音樂語叭叭叭叭 恭喜 接下來呢我們還有非常精彩的節目哦 讓我們掌聲歡迎 瓊幫一辰 讓我們呢再度用掌聲來謝謝剛剛如臨呢動人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好 我是總方 我是逸辰 那情緒課題啊幾乎是我們現在呢 人人必修的主題 那還有什麼是我們所在意的呢 一辰其實啊你知道嗎 我是住在男生宿舍哦 我每天啊要面對一個大小孩兩個小小孩 所以啊常常啊有很多事情都讓我可以很擔心很煩惱 那呢來到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學習之後啊 我才知道這無形中都會障礙小孩的發展 所以現在我啊已經學會了化丹心為祝福哦 窮幫的心情啊為人父母都會有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邀請詠欣為我們來分享 如何透過自我提升來改善親子關係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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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場 及現場各位嘉賓以及來賓大家 午安 午安 謝謝詠欣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在超馬學習的一些就是禮物 然後呢詠欣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首先要先非常感恩天地 對 今天應該是強烈冷氣團 因為我之前邀約朋友的時候 朋友跟我說啊今天冷氣團很冷啊 他們不要來 對 然後呢今天這個非常感恩太陽光光呢 給我們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然後讓大家呢有機會可以在這邊來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其實希望呢 就是我們的分享跟這個 這個就是表演呢 然後對大家有幫助有收穫 那詠欣呢剛剛在台下的時候啊 也有稍微想了一下 其實 呃之前我在參加台中這個 愛與感恩的這個分享會的時候 對我都很希望我是上面那個分享者 可是真的很感恩天地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真的是有這個天地收到很多禮物之後呢 能夠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你們先在這邊呢 先一開始先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呃我呢 在十幾年前我是中華航空的空姐 對然後呃大家也知道嘛 飛來飛去非常多彩多姿的生活 那總是女人總是有一天 要不小心踏入家庭 要踏入愛情的墳墓 然後呢呃我先講一下我先生是個職業軍人 所以呢就是變成說我結婚之後啊 我就自己呢就是帶著三個小孩 然後跟我的公婆住在一起 對然後呢語心在這邊呢 也要非常感恩我的三個孩子 對其實呢呃我在華航呢已經呃就是服務了八年 然後呢其實在我下來之後啊我生了小孩之後啊 呃我就決定說我要好好的陪伴我的孩子 可是呢我覺得這個這個呃這個這個名稱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這個呃負擔 對因為我決定下來陪孩子之後很多遇到我的人都會跟我說 啊你好偉大哦 你都你你很放棄這個這麼呃得來不易一個月收入十萬塊以上 欸真的有沒有十萬不知道齁 沒有其實真的沒有十萬 對哦他們都會說我很偉大 所以呢以前啊沒有智慧的我總是會覺得說啊 那我我好不容易就是有這麼我放棄這麼高薪的生活 我就是應該把我的小孩子交好 所以那時候我的老大就是我的實驗品 所以那時候我對我的孩子啊 常常就是打罵啊然後呢被他灌你就說啊 你就是要考前幾年就是要考前幾年 那因為我公伙呢也他們也真的非常優秀 因為我過過四個小孩他就有兩個兩個小孩是博士 對然後我先拼人我小說是國小老師 所以他們真的很優秀對吧 所以呢呃其實我覺得因為一路上我的順遂 然後也造成說我之後自己我的我執的觀念非常的大 那我從小啊我讀書啊一直到我談戀愛啊 即使我要嫁給職業軍人啊 我爸爸他們都是很尊重我的意思 然後又加上我其實我在呃就學的時候還沒畢業 我就考上話好了 所以呢就是這一路的順遂也讓我就是呃怎麼講 就是會覺得說我好像蠻厲害的蠻不錯的 可是真的在呃進入了婚姻生活之後 我的考驗才開始 那時候因為其實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公婆 其實對孩子的教育都很注重 那呃其實在這中間一定會有拉扯 因為我有我的想法啊公婆有公婆的想法 那我想大家今天坐在這邊大家有小孩的應該也是 對自己的小孩都是有所期許的對吧 對所以呢呃那時候我曾經有一次很激烈的 我曾經跟我公公就是我們有一場拔河戰 拔河戰就是呃為了教育對 然後呢我公公拉著我兒子的左手 我拉著我兒子的右手 然後我公公說那是我愛孫 我說那是我愛兒子 有沒有大家都會覺得說欸我就是要這樣 對啊他就是要聽我的嘛 好然後呢其實在這個這中間我覺得這十幾年的這個 就是呃就帶小孩陪伴小孩的過程中呢 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的三個孩子 他們給我很多的啟發 對然後可是呢 因為呃就是呃我自己也沒什麼智慧啦 對所以呢 呃我就是對他們啊就是常常就是只會講 其實我覺得孩子齁就是我們的營業盡子 那當然啊自古以來就是呃父母總是希望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嘛對不對 對然後呢其實呃我就是在教孩子這中間啊 因為我有三個孩子然後我老大其實他是一個蠻自律 他是來報恩的啦 算命說他是來報恩的 然後我的老二呢他就是一個不愛讀書的孩子 所以我老二他那時候他要就學的時候他就有跟我講 他就說他要升國中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媽媽我不喜歡讀書啊我要去讀國中的體育班 然後因為我跟我先生我們都是很民主的教育想說 好啦那你不愛讀書你去讀體育班 把你的精力消耗掉也好不然你去做一些有的沒有的對不對 所以呢那時候也就順了他的意讓他去讀他喜歡的體育班 對可是呢其實我兒子他在體育這方面啊 因為他可能太大隻他185公分 所以呢他跑不動太胖太高了然後呢又不夠不夠瘦 跑不動所以其實他在國一國二這兩年他的出賽 總是沒有得到很好的成績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一個就是如果說一旦你自己成績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一定會覺得很沮喪 對所以呢在國二的時候我也是就是會 因為我們都會去陪伴他跟他聊一聊 那孩子呢就會覺得說就是我們會就是勸他說 啊那你要不要認真一點啊你這麼聰明對不對 你就認真讀書對可是他就不願意 好然後呢剛好我在去年5月的時候呢 就很感恩我的接引人之節 對他就建議我來抄起生命密碼 然後我進來抄馬的時候其實我一開始就收到一個很棒的禮物 那個就是我一個我有三天小孩嗎 我小女兒這個小女兒呢他是一個非常愛我的小孩 然後他每天去學校讀書的時候他每天早上都會哭 因為他說他很愛媽媽他捨不得離開媽媽 所以呢其實他哭了六年他從幼稚園小班哭到小學三年級 他哭了六年喔然後就在我進抄馬一個禮拜很神奇 我只能說很神奇很神奇進了抄馬一個禮拜他就不哭了 他就突然間找到他生命的出口他就不哭了 然後呢那時候因為我們家我也沒讓他去學過音樂 然後他就自己去偷偷的去考他們學校的管樂團 然後呢就喔喔好然後呢他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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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了管樂團之後呢他的生命找到了出口 對然後呢甚至在最近比賽的時候也是就融獲了台中市的那個優等獎的第二名 對然後然後謝謝 對然後講一次因為我女兒說他交代我說一定要講這歌啦 對好然後呢我現在要講我兒子 就我進了抄馬大概我今年五月去年五月進抄馬 然後呢我也就是抄馬其實我們有很多就是學習的管道 然後我也會認真的去跟人家分享 有說過就是一定要分享啊對不對 所以呢就會認真的去跟人家分享 然後呢我也帶我的這個國二不愛讀書的孩子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一起來我們的精英就是讀書會 對一起來學習然後提升正能量 然後也在俗教的時候呢 嗯他生國三的那個之前的那個俗教 我就帶他一起來精英會學習 對然後呢非常感恩這個精英會 真的是正能量滿滿 在暑假這一兩個月的學習齁 就在我兒子上國三的第一天 他要他都他突然間一天晚上吃完晚餐 他跟我說媽媽他背著書包 媽媽我要上樓去讀書了 然後我就說啊你要上去讀書 好然後呢這之前這都給我兩分鐘可以嗎 因為我要爆他掉因為男主角今天沒來他去讀書館 好然後呢其實我要講的是其實在國二的時候啊 我兒子因為餘育班嘛大家不愛讀書 媽媽也知道說其實現在就是網路就是手機很發達對不對 所以呢就會他就跟同學啊 在手機上啊就賴賴賴賴賴去啊 然後呢就買了不小心買了電子煙 有沒有青春期的小男生電子煙就很 可能那現場的男生青春期你都知道都很靠氣 結果買這電子煙不打擊他還幫同學買 那幫同學買了之後呢這就算了 那個賣家還送他毒品送他毒品喔有沒有 而且這件事情是去年三月發生的 然後媽媽我們一直到六月 因為他幫同學買我才知道這件事 然後其實那時候啊就是我們曾經爆發一個很大的衝突 對因為我很生氣嘛大家也知道氣頭上你一定會就會很想 就是會跟他叫啊就罵他啊對然後呢那時候他甚至出手要打我 他要揍我他真的要揍我他已經伸手出來要揍我了 對然後真的非常感恩天地那時候呢突然間就一道光 對他突然間他本來已經很猙獰要揍我了 然後突然間呢他手放下來因為我已經打算說好 沒關心我忍痛在你揍吧 結果沒想到他手放下來他就跟我說 好啦媽媽我知道我錯了對不起然後他就跪了下來 有沒有很生氣 對那時候是我在抄馬一個多月 對一個多月發生的事情 所以詠欣在這裡真的非常感恩天地 因為後來呢他上了國中之後啊 他就跟我說他要認真讀書 那詠欣呢也真的非常感恩抄馬各位家人呢 還有移民長啊還有就是各位家人給我兒子的這個鼓勵 因為他來的時候家人都不能給他鼓勵 所以他也在第二次斷考很認真的讀了書 讀了兩個禮拜兩個月之後呢 在第二次斷考的時候啊 一定可以得到很多天地給我們的禮物 那其實改變神秘的藍圖啊其實就是靠你自己 對其實我們自己手上都有一把打開我們心門的鎖 對那鑰匙對然後呢你是不是願意拿那把鑰匙去打開你的心門的這個鎖很重要 所以一切就在呃就像導師在超級生命密碼書裡面所說的要與不要 對所以呢一切就呃決定都在於我們自己 那詠欣呢最後呢也非常感恩天地 非常感恩太陽高公 非常感恩各位超馬家人 然後非常感恩各位來賓呢在現場聽詠欣的分享 那最後詠欣在這裡也祝福大家福運綿綿的好奇 好運連連謝謝 重新很棒的分享喔 對於親子關係啊 我們知道啊只要用對方法 就能四兩波千金 和小孩之間呢也可以是一時一遊喔 琼琼跟長的小秘密喔 等一下的演唱者呢他跟小孩 就是亦師亦友 而且呢你肯定看不出來 他已經是阿嬤的可以當阿嬤的年紀囉 喔真的看不出來喔 對啊跟大家報告一下 前面的薩斯芬王子呢就是他先生 他家還有四個女兒 然後大家相處起來就像是朋友一樣很幸福 那等等他們夫妻倆還會為我們一起表演喔 那我們趕快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鏡頭玉琳為我們派來演唱的歌曲 永遠的朋友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玉琳 我是玉琳 謝謝 謝謝 朋友朋友 送給大家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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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僅 这一生啊 预远就高 总是拥有 永远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永远在山上 点一双心旁 在屋里 为你什么 永远的朋友 人生悠悠悠 为我感到悠悠悠 因为我呀 总是悠悠悠 永远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人家 追下救 怕兜双 万万有的朋友 那天 子佛友 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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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一足够 是永远的朋友 我 永远在身上 便宜深信了 在故意里挥霜 永远的朋友 人生悠悠悠 回眸的人悠悠 因为我们总是悠悠 永远的朋友 人生悠悠悠 人生悠悠悠 回眸感冒悠悠 人生悠悠悠悠 总是悠悠 永远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这时候 还会再说 你足够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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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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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揚掌揚 所以恭喜恭喜 谢谢 这是nehmenci 哇好感动哦 这首歌呢让逸臣呢感受到 我们呢为人父母跟小孩互相守候 就像是有永远的朋友一样那么的温暖 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他们两夫妻 是手牵手走过去的 那我们大家想要跟俊雄大哥 还有玉琳姐一样幸福的话 就要有秘密武器哦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抽的幸福法宝 人生呢就像游戏一样 如果有一本武功秘籍 帮助我们破关斩将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无往不利 那有一本书呢 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运用正确的观念 突破艰难的困境 甚至在常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 还可以彻底的扭转人生跟命运哦 那是哪一本书呢 是这本生命有证 因为生命有证刚刚被搜走了 没有没有等一下抽中的朋友 他就会看到是哪一本书了 对那我们现在呢赶快来抽奖哦 好我们恭喜李各航 电话是0909233469 应该是李先生 那我们请那个得奖者呢 待会在会后到我们的服务台领取奖项 那现场的朋友 大家有没有想要更健康 要 更有财富 更快乐 我要 大家通通都想要哦 那我们如何全部都拥有呢 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啊 人生苦海 但是呢都没有人教我们上岸的方法 那有没有哪一本书呢 是教我们如何游上岸的呢 推荐大家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它是一本人生的工具书 可以帮助我们游出苦海 好那这次呢 我们要来抽大的 哇哈哈真的很大 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装版 其实呢 听很多朋友说啊 他们都把它当成正殿之宝哦 甚至是传家之宝 还可以拿来当枕头 对不对 那我们赶快来进行抽奖 来赶快来看 大家赶快信念的 选我选我这样子 好我们恭喜李佩芬 电话是0932-380893 恭喜那请得奖者 在会后到我们的福亚领奖 那你看哦 我们抽到这本书之后呢 你看我们今天呢 现场啊有很多的新朋友 手上都有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哦 那我们要如何运用这本人生的工具书呢 大家仔细听哦 可以来参加我们全台湾各地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然后呢我们风圆的朋友非常的幸福哦 因为风圆呢在每个礼拜六早上十点就有一场在中阳里活动中心 大家老顶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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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顶 大家小小来参加哦 大家手上的幸福套书啊 里面都有我们全省圆满人生精英会的详细资讯 还有刚才大家在报告处都有一个牛皮纸袋 外面有一个QR Code 那现在呢 邀请大家来扫QR Code入群哦 这个群组哇 里面呢 每天呢 都有满满的正能量讯息 那只要呢 一早呢 打开呢 哇 来沉浸在这个正能量的讯息里面呢 每天呢 充饱饱 然后幸福满意 能量满意哦 哇 那接下来呢 还有精彩的节目 让我们用最热力的掌声 欢迎品珍 感恩穹帮以及益晨 那 要你幸福呢 是一条我们必走的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一位分享者 那透过呢 刚才的分享呢 我们也非常感导师呢 引领我们所上这条幸福的道路 原来幸福的路 要用爱与感恩来灌溉 那这条幸福的路呢 就是我们唯一必走的路 接下来的周围分享者呢 将给我们分享 他如何运用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 把他运用在他的家庭生活 以及夫妻关系上 让他的家庭更加的圆满 夫妻生活呢 更加的甜蜜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 西湖的永奇 西湖的永远 老师好 窗马家人 还有现场的嘉宾朋友 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来自张浩祠堂的总体 那很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 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 永奇在超级学习上面的一点心得 跟家庭上面的改变 那永奇进入超级学习 大概暂停是一年的时间 在进入超级之前呢 我跟老公就已经在 宗教团体里面学习 那我们两个号称修行的人啊 却经常在夫妻的这个相处上面啊 还是经常存在有冲突跟矛盾 那还没有学习超级 还没有学习低俗会之前 你其实都会觉得说 这一切都是老公的错 都是对方的错 他就是天气不好 然后性质又很急 讲话又很重 所以我会发脾气啊 都是被他激怒的 然后学习 然后进入超级 然后去开始学习地质规以后啊 这样子反观制造以后啊 才猛然发现说 还有自己要改变的啊 真的也非常的多 那可能喔 平常我们就是伪装的太好了 那朋友都跟老公说 你有够好吗 你妈妈的性很好耶 实际上大家可能真的是看不出来 那老公喔 他每次在家里这样念念念念的时候 都想说 我就是在修行 就在买一下 有时候你买到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派桌子 然后他就会闭嘴了 然后但是啊 家庭的气氛就变得很僵嘛 然后以前 儿子还是在家里的时候啊 他就跟我讲说 你们两个 每天都在吵架 然后我就跟我那时候还辩解说 我们不是吵架 我们是沟通 那个你爸讲话那么大声 如果我不大声的话 我是要怎么把他可以压得下来 然后就 就这样子 那 虽然当初也是在宗教系统里面修行 可是这个题好像也没有解 那在进入超马系统学习以后呢 尤其是参加精英会 也都是真心不缺习的喔 然后每天落实 新法步骤一二三 来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还有导师啊 也要我们每天 每天观看一集 蔡迪旭老师讲的 一起讲地址 那在地址里面啊 你除了地址柜 除了来教导小孩很好用以外啊 在夫妻的相处上面啊 你非常的受用喔 那个地址柜里面啊 就有提到说 严于忍 分子 然后 蔡迪旭老师 也有提到 一句 我觉得很棒的 她说 当老公如果 对的时候啊 那就把他当 爸爸 把他当父亲 把他当朋友来看 如果老公错的时候 就把他当 小孩 把他当儿子看 那就这样子 在这样子 新法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地址柜的 这个 生活中的 一步步落实 果然我们的夫妻关系啊 就有建区在 往和谐 就是建区和谐 那在这个 其中在 可是在这个其中的过程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 就是尤其在九月份的时候啊 到台北去参加 尹运长所主持的 可乡女人化的交流会 那在课室里面啊 我们就被要求要 有声细语嘛 然后尹运长还讲了一句话哦 算尤其非常的受用 他说啊 当我们讲话大声的时候啊 其实对方是听不见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听 那有其他点悟到说 原来以前 我们认为的 我认为的是沟通啊 其实完全就是无效的沟通 因为对方在这个情绪上啊 他根本也不想听 而且啊在这个德乡交流会当中啊 就是在这个交流会当中 会做一个 超级生命密码里面九大心法之一 刚刚如丽也有提到 那个玫瑰心法 那玫瑰心法 对促进这个夫妻的感情啊 非常的好 那那天在课室上 做了那个玫瑰心法 能量就满满 那从这个交流会回去以后呢 勇气就开始改变了 我跟老公讲话的方式哦 我跟老公讲话的时候呢 尽量的轻 尽量的柔身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不太习惯哦 还跟老公 母老虎啊 怎么忽然变成小猫咪了 他跟老公 就是温柔了 他也不习惯这样子啊 可是慢慢这样子 调整以后啊 又发现说 以前我们都是在随着 他的脾气在起舞嘛 他现在啊 他也会开始调整 他的脚步 他也会开始在对准我们的频道 他本来很急的性子啊 也慢慢的就 可以慢慢的放下来的哦 甚至有时候他那个急性子又滑的时候 说会不会开始大声 那我就会提醒他说 好 你讲慢一点哦 讲小声一点 那他本来要发了脾气啊 就会 就会 哎 瞬时间就会荡下来了 那夫妻的关系 哎就这样子就 比较平 就平和下来了 甚至有时候啊 老公也会感谢我 跟他做的提醒 因为哦 其实他也觉得 自己个性上面的一些缺点嘛 他就觉得说 那都是脾气啊 就是要改的啊 可是有些 体会到哦 其实也跟能量有关系哦 当我们能量足的时候哦 我们就杀得住车 那个不该讲的话 就不会讲出来 那经过这样子的调整以后呢 哎 家里的气氛啊 就夫妻的关系哦 就哎 慢慢的 就是很 越来越幸福 然后越来越和谐 越来越 甜蜜这样子 那现在啊 公公婆婆已经不在了 然后两个孩子又 走到外地去读书 假日才有回来 平常日就是 我跟老公两个人 那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还没有生小孩的那段时间 那个那种甜蜜 那种幸福的感觉哦 而且啊 我们女人哦 真的是家里的一个小太阳 当我们夫妻的关系 关系紧张的时候呢 其实 孩子 嘴巴里面虽然没有讲 可是 他们的心里 其实已经在血缘战了 那当我们 我们夫妻关系 去紧张的时候呢 其实我发现 孩子跟爸爸讲话的态度啊 或者是 各方面 他们的攻击心 也比较不够 那当我们夫妻的关系 趋于和谐 趋于 就是和乐的时候呢 哎 我发现啊 孩子跟爸爸的互动哦 那种氛围哦 也开始不一样了 就是 所以啊 当我们 当我在超马这样子实修以后 带动了家里 家里的正能量以后啊 哎 本来就蛮乖巧的孩子 他也变 又更贴心了 然后 哎 夫妻的相复也非常的 和谐甜蜜 啊 就 反正现在 永期就觉得说 哎 每天都觉得很喜悦 很幸福这样子 那 也 在这里啊 永期也邀请 哎 有缘的 大家有缘的朋友啊 一起进入超马来学习 大家一起来幸福 感恩天地 感恩老师 还有感恩现场的 各位来宾的聆听 永期的分享就到此 感谢大家 和永期非常精彩的分享 哇 原来啊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 可以让母老鼓呢 也变成小猫咪哦 所以呢 大家呢 要赶紧来尝试看看 这本书里面的心法 那 相信呢 幸福和乐 甜蜜美满的家庭呢 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而这样的心愿 能否达成呢 就在于 导师常常教导我们的 首先呢 我们要把心门打开 并且呢 真心诚意 全然的 相信 超级生命密码书中 所教的方法 只要我们尽情的感恩 照着书中的方法去落实的话呢 让天地的爱进来 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像我们的分享嘉宾一样呢 努力的翻转自己的人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为大家分享一首 战士的导师呢 所创作的 非常好听的歌曲 那一年 让我们掌声欢迎嘉宇 以及半句熊先生的表演 大家好 好 好 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遇到了太阳松的导师 我也跟刚刚的永吉一样 变成小猫咪哦 所以再次的男士要鼓励你的老婆 进来学习超满意 要一起来哦 那一年里 我遇见你 不能求我 也要熟悉 不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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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他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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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是你 向你的努力 今生的祝福 我们欢迎班军长发电 在你念你 我遇见你 我更求 依然熟悉 不尽一气 转眼睛 多么美丽 中夕都是心情 感动不易 无论明天清或雨 我都珍惜 今生顺眼 感知这故意 翻开春月 永远四天 下一秒里 今夕就会 永远四天 サイン 那一遍相遇 陌生遥的爱 冬季无息 跑在团成情谊 相知相惜 无论你 看哪里 本相遇 我的意义 因为我命 一遍相遇 门上有关你 冬季无息 要赞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无论你 看哪里 本相遇 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无论你 无论你 冬季化业 华来无人心 将相遇 感知招呼 无可可情愿 悲哀的心 冬季无用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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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開啟你的幸福之門 歡迎這一年 每年都生活豐盛喜樂富有 謝謝大家 謝謝 哇 這是太好聽了 魚衣繞樑 非常感恩嘉瑜跟曾俊雄先生的表演 聽了這麼溫柔的歌曲 以及勇氣剛才的分享 大家是否也希望 自己或者身邊的另一半 就是那個溫柔的德香女人花 或者是玉樹林峰的德香男人樹呢 想不想啊 對我也非常的想 那我們知道大家心中的渴望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舉辦一個抽獎活動 那這次的抽獎呢 我們就將贈送您 向盛德導師的另一本著作 德香女人花 好 那 德香女人花呢 然後呢 在舞台的右前方 對 那我們請舍天使 好 現在呢 品珍來抽出兩位心育兒 那一樣喔 請得獎的人呢 在會後到我們的舞台 謝謝 請 好 謝謝 陳春葉小姐 最後是 091988 881085 恭喜兩位心兒 德香女人花這本書呢 不只是女人要看喔 男人更要看喔 因为这样子的领团能够更加的了解另一半 那所谓夫妻之间就是要甜蜜美满 家庭才会跟着甜蜜美满 那在2020年的今天 我们遇见了超级生命密码 遇见了非常顺的导师 遇见了可以改变生命的契机 请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今天这份男的的姻缘 而导师即将在今年的3月13日 举办爱在穷苍的云端演唱会 以及3月14日教你幸福 爱在穷苍的一个云端十座心法课程 导师会透过这一场与天丽宇宙太阳共振的讲座课程 为你我洗去生心灵的达植 促使身心灵聚和余生正能量创 所以现在呢 让我们邀请大家来欣赏一段很棒的前导影片 请掌声 请掌声 在这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 为了三腔温饱 每天总是忙忙碌碌 每天面对着公司业绩 更是令人喘不过气 永无止境的精神压力 不断的破坏你我的身心 背负着疲惫身心 面对着小孩家庭 这种种的负面情绪 就像雪球一样不断的累积 跟自己的先生 另一半总是说没几句话就脑脾气 明明想要好好沟通 最终却总是不欢而散 看着失败的人生 焦虑 忧郁早已悄悄来临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又该如何找到幸福人生 在所有的恶性循环之下 人们开始愤怒暴力 当负面指数达到了极致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灾难降临 而这些无法说实的结局 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自己身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不断的进步 手机 网络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 重要科技产物 由天原文化 天原唱片 天原艺术生活出办人 同时也有音乐卡内基之称的 太阳圣德导师 结合网络云端直播系统 致力推动正能量疗愈歌曲 即将在2021年3月13号 3月14号举办圆满爱 邀你幸福 大展宏图 春季云端音乐享宴季讲演 太阳圣德导师 为了让更多人改变命运 让更多人因为正能量歌曲而疗愈身心 进而彻底改变命运 翻转人生 致力于音乐创作 大型华丽的舞台效果 结合了音乐 舞蹈 更是结合了大型舞台戏剧演出 洗涤我们的身心灵 提升app的能量场 等多元化的丰盛享受 现在只要将云端入门票迎期刷除干净 用手机扫描门票 QR Code连结 就能轻松快速的观赏直播音乐享宴 电脑直接登录官方连结 输入票券资讯后 就能深入其境般的 融入歌曲意境当中 而在2021年3月14日所举办的 邀美幸福云端实作研究课程 更是受到了广大的热烈回响 无数人因此扭转了命运 在超级生命密码 这系统里面 有着无数的方法 包住我们今生成就成长 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两大密码 爱与感恩 可以解答我们在人世间 潜潜满走 不同课题 做面与的挑战 并且找到真正的出口 邀请您 邀你幸福 大战宏图 本 akkoruber 无数人因此扭转了 无数人因此躲撫 爱与面它的存在 有着无数人有 想法 我找到真正的出口 尤其他言之后 我们爱与言之后 我们永远都让人愿意 爱与言之后 我因此 fertilizer planet 谢谢大家的掌声 邀你幸福是一条我们历手的爱与感恩之路 而我们除了要好好的 自己把握这份难得的讲座课程姻缘 更要广腰善良的社会大众 一起来感受邀你幸福大展宏图的喜乐丰盛 让台湾各地都能够招养善良的 祥和纯朴之气 让世界因你因我而更加可爱 接下来就要品真来为大家演唱一首 导师的这首正能量慢慢的歌曲 邀你幸福 谢谢 祥和纯朴之气 阿滨回忆旧爱和心忧愿邂悠 孙祝是我的心忧愿 孙寺 孙的彩虹 既然有你了 或愿意正信心 愿喜愿怀 回望自己的眼中 这两个未来的希望 世界的再深呼 这次为天灭 穿过保护 为心悲 观止这尘班坠 人生就会 真爱的幸福 要你心目 天天的保护 人生就会 真爱的幸福 人生就会 真爱的幸福 人生就会 真爱的幸福 要你心目 观止这尘班坠 感谢观看 明天你也會 因為紅色的光顏著船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眼睛在心裡的船 你也會 因為紅色的光顏著船 你也會 暫停在心裡的船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也會 因為紅色的光顏著船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對於你的心 或是你的心 這真的怎麼會 忘了死 你永遠的心 我會 過了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永遠的心 或是你的心 你永遠的心 多謝 ズ舉好生 nineteen 请大家用热热掌声 下次感恩品质的表演 各位现场的嘉宾朋友以及直播前所有的观众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千睿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哇今天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们大爆场 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热热掌声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总是有许多的关卡要过 钱官情官生死官柴面油年降速差 尤其是在钱官这个部分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在意的 在这个金钱财富的部分 那到底要如何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成为这个赚钱的常胜君呢 比的是长相跟身材吗 还是比学历呢 还是比记忆力啊 到最后我们发现原来啊运气好比较重要 那要如何才能够运气好呢 那么就是要合于天心顺天而行 我们要能够获得天地的祝福 才能够获得满满的正能量 这样子呢才会好运连连 才渊滚滚哦 那么有一种境界啊 叫做钱多事少离家境 数钱数到手抽筋 财运多到不要 身心从来不老 如果这个境界发生在你身上 你说好不好 好 哇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分享嘉宾啊 他已经完完全全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 那么他以前呢 也是一位非常辛苦的一个女人哦 那在家庭里啊 他要面对的是夫妻问题 婆媳问题 还有亲子问题 每一天啊都忙得敲头烂额 非常的辛苦 但是自从他跟随太阳升的导师 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学习之后呢 他现在啊已经从孕婦变贵妇了 而且啊他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最富有的人妻 大家想不想要听他的分享啊 好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廖淑娟的分享 欢迎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的嘉宾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台中的高廖淑娟 现在已经断夫姓了 那我自从两年多前 我还是新生的时候 那我跟各位一样 也是坐在现场这样 就听着这个台上的一个分享者来分享 我就觉得哇好神奇 每一段都是对我来讲 都是很像卡通 都是很像天方夜谭的一个神话 那这样子的神话嘉宾 是不是哪一天有可能 我也是有可能成为台上的那一位分享者 结果经过两年多 来了一个实验 我终于耶 我的自身的一个 做的一个大大小小的一个实验 终于证明 这个一切都是真实不虚 那我很感恩 我当初两年多的时候 我一位心理学的学长 陈测学长 跟我分享说 淑娟有一本书 这本书很棒 那我也分享给你 而且他也有读书会 我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那我就觉得说还不错啊 我也自己也很喜欢学习 很喜欢读书 那我就到了这个读书会 也是听了家人的一个分享哦 那我觉得哇好棒哦 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观念跟逻辑 可以让我自己学习 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这样子 那里面啊 那我是细想一下说 我大概这样子的日子 大概过了六七个月 学习了六七个月之后哦 怎么会想说 生活真的就来了一个进考 非常大的一个进考 那我想各位女人 老婆们都不想要接受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婚姻就出了问题 然后就有了第三者的一个出现 那其实这个生命课题呢 在之前的一个八字学老师 已经跟我提醒过了 他说你生命必定会有这一关 这一个关卡 那我刚出会只是想说 我亲亲啊 那也不是很以为 就是引以为意这样子 可是真的遇到这个课题怎么办 那我就举一个例 也是我们自家 我们家里的人 亲生的一个经验 那有一个家人呢 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那他选择了自杀 那另外一个家人 也是我妈妈 他也遇到这个问题哦 那他就选择引领 就是引忍下来 可是后来自己却生了一场大病 那我就要想说 那既然我现在已经在 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学习 我是不是可以用书内的一个方法 来解决掉我生命的大课题呢 那我就想起老师有讲过哦 人世间的事情啊 要用智慧处理 但超越人世间的问题 我们要用心法摆平 那我就利用书中的一个方法 步骤一二三 来处理掉我婚姻的这个课题 那当初呢 在遇到的时候 真的很没有智慧 也没有 就是一死之间也乱了方寸 那就想说 那我们可以用自身的方法来处理啊 那自身的什么方法呢 就冲到对方家里哦 就打了他 那当然呢 不会是有好的下场啊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关系 很惨哦 这个就是在我们没有智慧之前 会做的一个方法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耶 那后来我还是利用了超级神秘密码的系 就是系统里面的步骤一二三来处理 那对 那还有就是打了这场官司的一个过程中哦 当然是每天都面对 就是每天都要想说 我下一场的一个停 我到底要怎么讲 这样子 然后要怎么去面对对方 而且在谈好几个月 输了好几次的停啊 都没办法和解下来 那到了2018年的年底 刚好导师出了一本 超级修行密码这一本书 哦 当我听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我心中真是雀跃不已 因为里面有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心法 叫导师相应法 那当初我也是利用这个导师相应法哦 就做了之后 真的在最后一场出品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贵人 然后难题就有解 而且那一场就是和解经啊 竟然是跟我先生的下个月 他领的奖金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数字 数字经的 哎那我想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导师借给我的一张信用卡 那我更要和于天心的就是在 呃 在我超玛学习系统里面 实修实练 然后实证 对 那在这一次的一个人生大课集通过之后啊 我自己觉得呢 好像是冲过那个淫语 淫语区 那后面呢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线曙光 那就在刚好年底呢 也有一场身心理想乐 呃 想宴跟心法的一个大型课程 那我们在参加完之后呢 就是哎 我这次也邀请了我先生孩子一起参加哦 那我先生在参加完心法 哎不只是他自己受益了 他把三十年的一个烟饮跟酒饮 续酒哦 每天一定要喝酒 给戒掉了 他连他自己都觉得哇 超不可思议的 然后自从这次心法课程之后 我觉得哎 真的是能量满满 那我就邀请我的孩子说 哎 感觉现在是不是一切都觉得很不错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好了 我们就拿起我们家里的方票箱 出来对讲 就以前啊 连两百块都很不容易中耶 就那次一对哦 就对中好几张八票 哇 真的是太开心了 对 这个就是 哎 当 哎 真的 平常死生的我们要有时想无时耶 末代无时想有时 真的遇到我们人生的一个静堂的时候哦 哦 就哎 晴天霹雳这样 不行 我们现在正式的参加生命密码这一本书 我们就可以利用里面的方法 来解决掉我们生命的大大小小的一个课题 那通过这个言语区之后哦 哎 真的生意就是真的翻转过来了 那刚好呢 我又有一个业外的租金收入 那我在拿到这一笔钱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说哎 我要怎么运用这一笔钱 那我就想到说哎 地址规里面 蔡旅旭老师所讲的财师法师不畏师 哎 那我是不是也来做一个实验看看 我就是做一个财富师 然后购一些 购买一些门票来邀请更多人来幸福 哦 所以我就就是有购买一些门票 然后邀请好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跟洗法课程 哦 那在之后呢哎 很快的哎 真的我老公就传出结讯来了 就说老板帮他加薪 而且加薪的幅度呢 竟然高达25% 哇 就是让我太轻炼了 然后呢 哎 还有 再过一阵子啊 竟然在我邀请人 来来听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啊 哎渐渐的我把这个这一些门票都分享出去哦 然后哎 又传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就是 我先生他从事不动才 那他竟然把一间房子 他已经卖了五年哦 都卖不出去 结果在参加那个大写新法课程之后 竟然就来了一个 呃客户非常优质的客户 哎 就非常重益这一间店面然后就买了 那这间店面的收益呢 竟然带给我们家庭来自七位数的一个收益 对 哇 真的从来 每个人都想要年薪百万哎 现在不用 那一个月 当月就可以月薪百万 对 所以真的邀请更多人来 幸福的殿堂 真的是都可以不求至得 然后最近啊是不是过年快到了 那过年快到了 大家想到什么 对年终奖金 我实在是很想分享这一段 然后我老公说我们要低调 所以我 所以今天老公没有来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真的 在这一次我们3月13号14号啊 我又做了一个 对很有智慧的觉得 我要邀请更多朋友来 参加这一场饗宴 然后呢 我老公 他们公司啊 就开了会 开了鼓工大会 然后 哎 这次的奖金啊 来到了七位数个人奖金 真的 如果说 这个主要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面 如法实修 做何于天心的事 那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 我想 真的 都可以不求智德 而且啊 真的也希望大家 简单相信 然后来做个科学实验 那因为天地的爱 一直都在哦 那欢迎各位 好 以上是淑娟今天的分享 那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主持人 感恩周围的人心 谢谢 好 让我们再次感恩廖淑娟的分享 真的讲得太好了 好 讲到 财富这个部分啊 其实大家都很会设定目标哦 也都很会算哦 算一算 我这个月做多少 我就可以顶多少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算一算 我每个月存多少 几年后我就有多少钱 但是啊 但是啊 最后却发现 人算 人算 不如天算 所以啊 还是要跟着天地真理走 才会永远 才会永远喜乐 才让千瑞呢 从本来啊 就是很害羞的宅女 哦 变成今天呢 可以在台上 侃侃而谈 还可以主持的人 所以呢 真的非常的感恩他 那大家 除了感恩自己的贱人 也要很感恩今天 带你来这里 参加活动的人哦 那我们 懂得落实爱与感恩 就可以得到天地的祝福 我们把更多的正能量 带给世界上更多的人 那 刚刚千瑞有提到 哇 这位就是千瑞的贱人 刘思杰 非常厉害哦 在他的事业上轻松夺标 对不对 哦 那 其实呢 他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活力女神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有他在的地方 就有热情跟活力 所以呢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刘思杰 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 夺标 各位光源的朋友 大家好 还有爱博丽前面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苏杰 大家要先拍手 谢谢 谢谢 叫做活力女神 和谁的记败自己的估摇 但 是哪个结果在 你有多调 想通了往前走不能打架 要不然自信的人会觉得好好笑 还说你能处是把自己弄得太烧强 牵脱地挫抖地挫自己的脚 到底想要什么事都知道 千万别忘了快快过了才是当大 你不归宠就是他在自己时的相好 幸福的去悲剧中想想 我一抱对方想在你身上 健康平安幸福永远也都不能想 选择好努力多有风尝尝 幸福和梦不离之间复杂 能量的动量的心比较大 幸福永远也都不能用力有凉 大家想要吵吵好了吗 多多请一首歌 夜巨就会不求自得 夜巨就会不离之间复杂 却不离之间复杂 还还是要无人意会不可 迫之间复杂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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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